世界卫生组织预算 嗨 爱家人爱健康 欢迎来到家庭健康管理微课 聊了这么多期健康管理 想必大家肯定学有所获了 那么在今天的开篇呢 有个十分有趣的冷知识 想要分享给伙伴们 大家知道是谁最早开始做健康管理的吗 卫生部门 医药公司 答案是保险公司 没想到吧 美国的夏威夷保险公司 在多年前开展过一项 叫健康通行证的活动 其实就是给客户 定制健康管理计划 整个活动做下来 公司不仅没贴钱 反而大赚一笔 参加活动的客户 平均每年竟然少支出了 200美元的医药费 509美元的住院费 公司全年累计节约 470多万美元的赔付额 原来健康管理能赚这么多钱啊 要不怎么说 最关心你健康的 除了家人 就是保险公司呢 我们每个人手里的开销 可以分为三种 消费的 浪费的 和投资的 消费的是衣食住行等必须使用的 它是中性的 浪费的 是只把钱花在一些并不是必须的地方 比如重复购物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暴食 抽烟等 投资的呢 则是有回报 有收益的 不管是金钱 还是收获体验与知识 中性的消费 如果使用得当 可以变成优质的投资 使用不当 就成了劣质的浪费 甚至负债 我很尊敬的一位前任领导啊 跟我说过一个 关于投资自己的故事 那时候他们写一篇稿子 拿一百块钱稿费 而一件貂皮大衣 要九千多 女孩借钱买了大衣 就开始每天熬夜写稿 钱还清了 却落下了神经衰弱的饼根 四十岁就退出江湖 人也不知道去哪了 领导说 每次看她穿着貂皮大衣参加party 采访到很多我摸不到的人 晚上回来 却整夜抽烟写作 白天靠大量咖啡为之精力 我都觉得 这是注定赔本的买卖 每天只睡四小时 工作到七十岁 活到九十岁 那是传奇 不是人生 是啊 普通如我们 最好的投资 就是管理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按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标准 吃够肉蛋奶 蔬菜水果 经济条件允许的话 根据需求 利用营养补充剂 茶漏补缺 晚上十点上床 早晨七点起床跑步 或者去健身房锻炼 也许每天只需要花一杯奶茶的钱 但你收获了健康 放松和精力 消费的也就变成了投资的 我对家人的健康投资 就极为重视 平时三餐 注重营养均衡的同时 也会额外补充 钙美、新铁、蛋白粉 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等 算下来 一天差不多多出五十块钱左右 但省下来多少呢 女儿学习 注意力集中 吃饭不挑食 沾床就秒睡 我们一家三口 也基本不生病 偶尔流鼻涕发烧 也能很快自愈 省下了老母亲 面对孩子生病时的心疼 省下了排队看病的时间和金钱 却多了惬意和温暖的亲自时光 但大多数人 差的可能不是这一天几十块钱 而是对健康的重视 买衣服包包 舍得 花几百下馆子 打麻将 舍得 轮到给自己健康花钱 舍不得了 说我身体好着呢 干嘛还给健康付费 这都是智商税 然后呢 你不理健康 健康也不理你 常年累月的忽视健康 最后压健康 慢性病就找上门来 吃药 住院 甚至要急诊抢救 钱 流水一样的花出去 也不能保证恢复健康 前几天啊 我看到一张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住院收费票据 是真的震惊了 住院科室 是心脏血管外科 住院时间 61天 患者 共花费 104万 卫生部 有一组数据说 中国老年人 60%至80%的积蓄 是在临终前一个月 送给医院的 中国癌症基金会 科普专家张军教授也提到 中国癌症病人 要面临 3个 70% 5年内 癌症病人去世的 占70% 治疗费用 人均自费比例 高达70% 平均治疗费 用掉病人 一生积蓄的 70% 如果咱们能像 开头新闻里说的那样 在慢性病的预防上 多投入医院钱 就能减少 8.5元的治疗费 节约100元的抢救费 那为什么不拿手里 钱的一小部分 来提前给自己和家人 做好健康管理呢 我爷爷平时特别节约 成天吃的清汤寡水 一点油腥子都没有 美其名曰 老年人消化不好 吃不了太油腻的 其实就是为了省钱 我给他买了好消化的 植物蛋白粉 钙片 鱼油 他总是不记得吃 也不重视我说的营养观念 最后在家里摔了一跤 五折住院了 医生说 他骨质疏松严重 花了几万块 治患髋关节 出院后可算是听话了 好好吃饭 也知道吃钙片 吃蛋白粉了 快没了还会提醒我 乖孙女儿 又该买了 不过 想要帮助家里人 制定好健康投资计划 也不是件容易事 长期服饭的人适合吃什么 关节病痛的人 能做什么运动 高血压的人 平时需要注意什么 都需要专业的指导 这就需要我们进行健康投资的另外一项 精力投资 就是花费时间 精力 来学习健康知识 更新健康观念 咱们大多数人 包括很多关注健康的人 知识储备都是不足的 丁香医生的调研就发现 只有0.06%的国人 在各类食物摄入频率上 符合膳食指南 大家的健康知识漏洞百出 老年人倾信各种养生谣言 年轻人被低碳饮食洗脑 可以说都是健康差生 急需补课 所以每个家庭都需要有一根定海神针 小道咱今天吃什么 大道生病家人的康复方案 他都有爱心和精力来学习 随着孩子慢慢大了 老人慢慢老了 每隔一段时间 还得更新知识 家里但凡有个慢性病基因 比如有糖尿病史的家庭 有心血管病的家庭 怎么做健康管理 就更需要花时间 去学习疾病知识了 只要家人每天都健康快乐 无病无痛 你就是最厉害 最值得尊敬的天使投资人 整个家庭喜气洋洋 精气神都起来了 财神爷最喜欢这样的家了 最后总结一下 投资健康 其实就是跑赢身体的通货膨胀 随着年龄的增长 身体机能的退化 各种亚健康慢性病都粘上了身 健康就贬值了 我们要花更多的钱买更好的药 去看更资深的专家 住更长时间的院 来维持一个马虎活着的状态 这就是身体的通货膨胀 要想跑赢身体的通货膨胀 就要趁着机器运转还良好的时候 细水长流的保养 用一小笔一小笔的投入 来换取健康的身体 从预防开始 从每一个行为动作 从每一次饮食开始 重视营养均衡 加强运动锻炼 随时学习健康 把这一二三项投资 当成长期理财来打理 你会发现 家庭健康管理 其实真的是小投入 大回报 花不了多少钱 但节约下来的是 大半辈子的血汗钱 我朋友有一句经典的话 没见过 谁因为吃得健康点 多买了几种营养补充剂 而吃穷的 但是 见过太多 因治病 倾家荡产的 是啊 聪明人花钱保养 糊涂人 花钱治病 对健康的管理 是收益最高的投资 也是对家人 最大的责任心 年轻时 不拖累生你的人 年老时 不拖累你生的人 然后看 Abi ' 颜 kill starter 好 好 let funnel 不拖累你 咬 在lü 按uin